再过不久就是农历春节 花莲市长魏佳燕也特别前往重庆市场及大同市场 向滩山以及民众拜早年 并发送施工所定制的两款限定版的春联 是受到市场群众的热烈欢迎 而魏佳燕也宣布 重庆市场在年前将会延长营业时段 从2月1号开始一直到2月8号 每天的下午3点到6点将会持续开张 方便民众采买 欢迎大家独家利用 传统市场里充满着浓厚的年味 消费人潮更是络绎不绝 为了向大家拜个早年 花莲市长魏佳燕特别前往重庆市场和大同市场 向滩商及消费者们一一发送春联 那其实依序惯例后 我们每一年都会到重庆市场 跟我们所有的滩商的老板以及老板娘拜年后 那也跟我们所有采买的市民也拜年后 那今天发放春联后 我想大家非常踊跃的领取 那今年一样后两款 一款是我们的Duncan 农年的一个联名款 那第二款就是我们自己出的后 那其实有可爱的公仔 那也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喜欢 那在这边也跟我们所有的市民报告 那在2月1号起到2月8号 我们的下午重庆市场的这个时间都会有做开市的动作 也希望说如果要采买年货的部分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重庆市场做一个选择 为了应应下午时段民众采买的需求 重庆市场从2月1号开始一直到2月8号 将延长营业时段 在每天下午3点到6点持续开张 方便民众购置年货和生活所需 而自治会主委陈爱玲也表示 重庆市场在今年度以志愿报名的方式 共召集65个市场摊商 提供午后市级的服务 让年前的采购更方便 也能为摊商增加收入 记者 许丽晴 华联士报导